这样做法是如法吗 在农历七月份 是应该送地藏经 还是送阿弥陀经比较正确 送经都是好事情 农历七月 是中国习俗里头的中月 中年节是诡计 那么离在自己修学之外 加持地藏经 这个是你的慈悲 帮助末轨道 是这个意思 帮助末轨道 防不防害自己修行 不防害 命呀两历 懂得这个道理 至于你自己 在这个月份里面 你是诵 无量寿经 或者是诵阿弥陀经 都可以 可是诸位要知道 如果只是诵经念经 有口无心 没有多大的好处 古人讲的 所谓有口无心 口诵弥陀 心散乱 诵无量寿经 诵弥陀经 那个心还是有妄想 妄念纷飞 这个样子 有口无心 寒破喉咙也枉然 诵经 一定要懂得经意 一定要能解 理解之后要醒 那这个经 经的意思 你就真正得到了 所以经不是念的 经是教诲 教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真正能够依教奉行 把经里面的道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把经典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 这样子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我们的生活 工作除世待人介无 跟经典的相应 或者唯一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决定往生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这个《地藏经》 《地藏经》 也要依教奉行 贵神才得利益 单单是念 念我们自己不相应 心形不相应 贵神的利益很少 如果我们能够在契约 特别加强孝道 《地藏经》是讲孝亲尊死 对老人 对长辈 自己知道尊敬 对父母知道孝顺 那你念这个经就有功德 正常自己的孝敬 然后扩大了 能够孝顺一切众生 孝顺一切众生 你就决定不会伤害一切众生 哪有孝顺父母和伤害父母 没这个道理 这个功德立业的就属生了 第二个问题 这是修净土同修 是可以参加同修和其他居士 家庆眷属超度亡灵法会 家送地藏经是否家长 对于修净土法门 去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没有影响 如果这一位往生的人 这个临终的人 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临终更殊胜 不但没有影响 对你有好处 因为你送一个人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就真正成佛了 你帮助一个人成佛 你那个功德多大 这问题是 他是不是真的往生了 如果他真的往生了 你在一生当中能够帮助两个人真正的往生 比你自己一生修行的功德还要大 你帮助两个人成佛了 往生就是成佛 那你能够帮助十几个人的时候 这个佛报就太大了 大慈菩萨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们肯帮助别人 我们临终的时候 有很多人帮助我们 这个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是好事情 临终祝念 功德无比殊胜 但是一定要如法 古德 有一本小册子 叫《彻宗经粮》 那就专门教导我们 怎样送人往生 那在祝念的时候 应该要遵守些什么规矩 写得很清楚 但这本书是文英文写的 《明国初年》 有人怕这个文英文越读困难 依照这个《赤宗经》 重新写了一本 内容大致是相同的 文字更前写 不要画文一些的 叫《赤宗虚知》 那么这个本子 我相信在台湾 香港 流通都很广 那你要是帮助 就参加祝念 送人往生 这个小册子 一定要多看几遍 你能够遵守这个规矩就好 这个是香港的刘居士问题 他有三个问题 他说 学生刘居心情问了 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鱼蓝盆经》 第二个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第三个是《佛说长寿灭罪互助同子陀罗尼经》 这是电影版 这是魏西迪 是世界佛教会出版的 因本社会曾经流通过 本人也在社会流通了一批 这个是的光碟 请问 遗上诸今 是否违禁 那曾经流通 是否有罪 流通违禁 确实是有罪苦 误导众生 这个《鱼蓝盆经》 也是一般在中原界里面 超度亡灵的 《鱼蓝盆经》 我们今天就把你感染再误给了 你